这里呢就是茅草山的山脚啦 那从后面的这个告示牌可以看到呢 茅草山到山顶呢是1.7公里 然后还有另外一座 Gunong Tok Wan呢是4.8公里 那当然在我们还没有上山之前呢 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就是 游中原可以让大家停车 那停车费呢是两块钱 有一个呢看顾的大哥 然后提醒大家就是停车的时候呢 不要停的太就是太深处的地方 以免呢就是可能会发生一些报警 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 那还有这里呢也有一个厕所 那厕所的这个收费呢是1块钱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茅草山的山脚下 那从山脚下呢到山顶呢 是一个多公里的 那究竟呢从山脚下到山上呢 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就看你的脚程如何了 走一起开始吧 哇 诶 短是短 但是这天也是有多 好 太死猫汗了 今天一条来啊 我每天咯 你每天都来啊 一天爬两次 一天爬两次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没有 谢谢 上哦 又下上下 上下 谢谢 哇 叔叔几岁了 两条六哦 蛤 两条六 两条六 两条六了啊 哇 叔叔很厉害 叔叔很厉害 蛤 叔叔很厉害 哇 还有多远 是到了半山吗 有 诶 应该快到了吧 哈哈哈哈 诶 说真的 我们平常要常运动 你看这座小山呢 爬到一半而已 就 哇 很喘 可是 流了一身汗是感觉很好的 而且今天天气很好啊 所以呢 要常常来走山 感觉到了 快点 那茅草山的这一个位置呢 其实非常的策略性 那那一边呢 就是世茅月 而这一边呢 就是佳莹了 很舒服耶 很爽耶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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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由于今天呢 不是周末所以呢 其实深厚的这些摊子 就没有营业哦 那大家如果是 周末来的话呢 就走累了之后呢 可以在这边来一杯冷冻的饮料啊 那当然这里呢 还有一些纪念品 还有就是茅草山的T恤 也可以买 来到了武来岸 怎么可能不来石达多庙呢 那石达多庙在这里 已经有超过140年的历史了 在这座庙宇里面呢 供奉着八尊的神明哦 那其中一尊神明呢 就是观世音 现在在我背后的 就是一上来哦 一塌上这个阶梯呢 就会看到的是观音堂 那很多信徒来到了这里 就是为了要起伏转运 来到了石达多庙 别忘了带上您的相机哦 石达多庙呢 除了有这个非常漂亮 宏伟的这个景观之外 也有很多的雕塑 可以让你好好的摄影 百多年前的武来岸呢 是座西矿的小镇 那镇上有非常多的矿工 还有一名叫做阿满的原住民 那阿满呢 就是为人非常的热心 乐于助人 所有的矿工都很喜欢他 有一天 阿满就告诉大家说 他要到山洞里面去修炼 然后他就先逝了 他报梦给所有的矿工 那希望大家找到他安葬 同时为他盖一座小庙 那这一座小庙呢 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简陋 也无人知道这一座小庙的存在 直到1991年 经过了一名风水先生的整顿之后呢 石达多庙就从此香火鼎盛了 好那当然呢 来到了石达多庙 不能错过的还有两个景观 那一个呢 就是呢 我现在站着的这一座吊桥 那这一座吊桥呢 同时间只能容许50个人 同时走动 那第二个景观当然就是 这一边的齐天大圣的雕塑 很多人来到了石达多庙 都是为了要跟孙母空合照 逛完了石达多庙之后啊 真的是天气很热 来到了这里呢 世毛月的这个巴沙旁边的 一间白色的小屋呢 其实呢 我们是要来吃 拉萨的 传说中非常好吃拉萨 想要吃拉萨 他没有没有拉萨干净 可是卖完了 哇现在热到 如果有一杯冷冷的饮料 再加多多的冰 哇 多好啊 诶 这个老板讲哦 只此一家哦 别的地方吃不到 那这一边呢 只要你来到这里跟老板说 你要lemon ice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觉得 哇 这一个造型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们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 柠檬冰山 哇 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哦 能够来一杯这么冰凉的饮料呢 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因为你吃拉萨一碗 你要等十多半 那么我感情做man 所以是算是自己擀压肉最特别的这样 哇 那刚刚呢就是拉萨吃不到嘛 可是没关系 我们来到了这里呢 就是很多人推荐的这个辣汤板面 那据我们所知啊 其实之前的时候呢 辣汤一般是配饭吃嘛 那我们这里的这个附近美食的老板呢 也就是陈老板 他们呢就独家研发的是这个辣汤板面 我们来尝看看 这个辣汤板面呢 非常的好吃 那辣汤呢 是由这个胡椒和姜 冲椒熬煮到天亮的 那第一口吃喝下去的时候呢 诶 可能会感觉这个喉咙会有一点点呛 可是多喝几口 你就会发现呢 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暖胃 我们的老板 每次十块半 十块半 看那都是快去多两毛 洗碗 诶 两个洗脱再吃 哈哈哈哈 我还是很难 吃到汤都是 其实不错哦 嗯 那早上六点半 六点半啊 到三点 到三点 另外一处啊 就是在嘉江附近另外小地方 那边也是到处都是辣汤的 就是那么辣汤呢 就配饭 配饭啊 有炒菜啊什么什么的 就去吃过 就好像马骨茶那样 对对对 才是滴过 对对对 但是才知道 现代人呢 越来越喜欢的这个旅游的形态呢 就是慢活了 所以来到世毛月呢 很多人都担心说 诶 会不会找不到地方住啊 诶 那现在呢 我们要跟你介绍的 就是这一间在世毛月 非常有特色的民宿 那它的名字就叫做 三四九 三四九民宿的主人呢 非常的花心思哦 一打开大门 一进来客厅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坐在的这个地上呢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飞机棋盘 那飞机棋盘有四个主要的颜色 那这四个主要的颜色呢 诶 也花在了这个民宿的这个房间的心思里面 所以四个房间里面 分别有四个不同的代表色 每一间房间里面呢 都有非常独特的这个壁画 还有白色 非常的令人期待 好 那三四九民宿呢 其实是一名非常孝顺的儿子哦 就是特地呢 为退休后的这个老爸老妈 特别打造的 就是让呢这个两老在这个退休后呢 有一个寄托的地方 那我觉得呢 这个儿子非常棒的一点呢 除了是孝顺之外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呢 在民宿里面呢 充斥着这个环保的概念 像现在我坐的这一张椅子大家可以看到 是由这个旧油桶改造成非常有特色的椅子 那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粉丝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粉丝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一辆啊都挂在了墙上 哇 所以我告诉大家 大家就是带朋友啊 带家人啊 来这个民宿的时候 不要忘了 厨房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摄影宿来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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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三四九民宿呢 打造了一个像家一样的感觉 温馨的民宿哦 那在这一个 从这个大客厅呢 进入呢 这个小客厅呢 有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板子 那有发现呢 很多的客人呢 都写了很多的这个留言 现在呢 在我的旁边呢 有的是娱乐谷ATV的麦 那他是一名车手 哇哦 非常的帅气 那问一下麦哦 哎 经营了这个ATV 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这里经营了大概是两年了 两年了 哎 为什么当初想要设立ATV呢 兴趣的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在这里 就是租了这个车子之后 你们会有人带我们去去跑一跑 对不对 去跑跑 在我左手边的呢 就是一人车 是 一个人驾驶的 一个人驾驶的 嗯 比较刺激 比较刺激 好那麦现在就是要把他的这个 私人装备穿上去哦 哦 手肘的部分 嘿 手肘的部分 两个户外的这个越野的活动 还是会比较有一点危险性哦 所以这个是麦的私人财产 所以你看 哇 非常专业 现在我们要出发啦 麦将会做我的车手 来 走啊 走啊 哇 真的是惊吓咧咧 可是这个惊吓呢 绝对不是害怕的关系 而是因为非常非常的刺激 那所以呢 我是觉得说呢 如果你能够有一点点的勇气 还有你能够享受一点点的刺激的话 来玩ATV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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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t 走 走 快 fahren 就zeni 着 те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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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要在這裏我怕 我怕了 我會救妳的 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一下麥 如果你覺得是我的話 我最適合騎哪一種ATV 妳啊 我很有潛質的 來來來 等一下 哪一個 先坐上去試一下看 所以妳確定適合我嗎 可以 確定安全 好 那當然呢 現在我們來到的就是 娛樂谷餐廳 那坐在我旁邊的 就是娛樂谷餐廳的 其中一位負責人 我們有Jemmy Jemmy妳好 那今天會為我們介紹 味道透色料理是什麽呢 呃 有一個是 沙勒俠鳥巢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華泰鎮非洲魚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華蛋和松魚頭 還有一個就是 文昌雞跟那個水醬 哇 聽起來就非常的好吃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些料理吧 第一道菜 我們要請Jemmy為我們介紹的是 這一道 這一道是華蛋和松魚頭 是泰國的料理來的 旁邊這些都適合本製作 嗯 那想問一下Jemmy 我比較好奇的是 像我們在品嘗這一個 匈魚的這個料理啊 為什麼會特別嘗嘗的是 魚頭的這個部分 因為魚頭的部分它是 比較滑嫩它的肉 比較嫩 嗯 那我們一起來嘗看看 好 這一個熊魚頭確實是 比較滑嫩耶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吃魚料理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要透熱吃 而且這一個熊魚頭 好像是魚翅比較多是吧 嗯 所以小孩子吃要比較小心一點 嗯 是的沒錯 那我們再來 來到了第二道這個魚料理 我們有的是這一道 這一道是中式的華泰鎮非洲魚 嗯 欸Jemmy我想問喔 像很多人在吃這個非洲魚的時候 都會很擔心會有泥味 然後 嗯 我們這裡的是酸素魚 酸素魚 多數都不會有泥味 如果有泥味的話 我保證換一條條 哇 可以保證換一條耶 那還不錯耶 來我們嘗嘗看吧 來 我們嘗嘗看吧 最後非洲魚 本身的魚肉非常的滑嫩 好好吃喔 然後還有就是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那個醬汁酸酸辣辣的 很好吃耶 嗯 所以這個是屬於我們這裡的招牌菜 嗯 那一定非常的受歡迎 差不多吧 好來我們多吃一點 好 魚肉骨餐廳呢 特別為我們介紹的 這個四道菜色裡面呢 我覺得 造型最特別的就是這一道了 JAMMY這個到底是什麼啊 這個是Cellet夾鳥巢 嗯 它這個 鵝球裡面還有Cellet 這個鳥巢是魚頭做成的 它還可以吃 哦 所以意思是說 哇 所以意思是說上面是蝦球 炸的 然後呢 在這一個鳥巢裡面的是 沙拉 沙拉裡面呢 這一個 鳥巢形狀的是用 芋頭炸的 所以每個部分都可以吃耶 都可以吃 欸 來我們來吃看看 我覺得這個蝦球就是做的 非常的扎實 然後切開了 對半切開了之後呢 蝦球裡面是長這個樣子的 吃看看囉 我覺得這個蝦肉就是 處理得非常的好 然後 嗯 口感其實是非常的細膩 對 嗯 而且那個炸的感覺呢 就是剛剛好 不會太油膩 好好吃 除了雲蝦料理之外呢 我們在這裡也可以品嘗到的是 雞肉料理 那這一道菜是 這一道菜是文昌雞 啊 文昌雞我知道了 那文昌雞是中國海南線的一種 傳統名菜喔 也是四大名菜之手 欸 那想了解一下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雞肉料理裡面 欸 還有一些雲吞 對 雲吞是用蝦肉跟雞肉一起包的 對 所以口感裡面其實會有兩種肉類的這一種 蟲蝦的感覺 蟲蝦的感覺 哇 我非常的特別 來來來吃看看 我覺得這個圓村吃起來就是 口感非常的豐富 而且呢 那個蝦肉非常的Q 對很好吃 好 我們來嘗嘗一下雞肉 對 那雞肉的話是要特別沾這個醬是吧 對 這是蒜蓉的樣子 蒜蓉 好 那一定要沾這個齁 吃看看 那文昌雞肉的這個特色應該就是 屁滑肉嫩 對 很好吃 來來來 說客客在吃完之後 都會跑過來看看我們的風景 因為這裡環境都被株林包圍 都有魚塘包圍 其實是很特別 是 而且我覺得呢 這裡風光非常的明媚 但我覺得說 其實在城市裡面生活久了 偶而呢 我們來想用一餐 這麼好吃的菜料 然後欣賞一下大自然風光 應該是非常好的享受 對 拜拜